利用ChatGPT做资料整理将文字内容转换为表格 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收集和整理文字资料 2.定义表格结构 确定您希望在表格中呈现的资料类型和结构 考虑需要的行、列和标题 以及资料的分类和分组方式 3.利用ChatGPT的文本生成功能 向魔镜提出有关将文字资料转换为表格的问题 4.转换为表格格式 根据ChatGPT的指导 将文字资料转换为表格格式 5.格式化和美化 使用简报工具如Microsoft Excel或Google Sheets的格式化功能来调整表格的外观 6.更新和扩展 如果原始文字资料有变化或需要添加更多内容 即时更新并扩展表格 以保持资讯的最新性 请记住ChatGPT可以提供指导和建议 但最终的转换和设计过程需要您的专业判断和处理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14页 因为简报里面一定会有表格 好,那第14页问的问题是 安非他命的法律问题 请调列5条法律问题并整理成表格形式 就是TripGPT 其实他更厉害的是 我本来要呈现就是说 贴到这里面 然后还有包含这个 贴上 好,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在最前面 请整理成表格形式 下面内容 请整理成表格形式 好,直接按一下 请问一下 这样子你觉得它厉不厉害 整理文件这件事情 你以前一定有做过 这个时候就交给最适合机器人来做这件事 但我只是希望说 你要善用机器人 这个还是在讲说 机器人很适合在做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这样理解吗 而且你看是不是又快 所以你看这不就是上面在讲的 好了,不过我现在我要的是 这一条表格 复制它 然后贴上 贴上 所以能不能麻烦请你跟着我去做一件事 就是在没有任何内容的地方点 然后去做插入表格 好,因为1,2,3,4,5,6 所以插入几列 两栏,1,2,3,4,5,6 就是约略去做好这样一个表格 可是我希望说你学会在TrapGPT那边做 是不是就有这样一个表格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 得式的套用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你在TrapGPT复制的表格贴过来 它其实是长这个样子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它也是表格 但是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格式设计的表格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点选这个表格工具 前提是你要先选到这一个表格 然后再选择表格样式里面的其中一种 举例来说 像这个地方看到的比较类似的是这一个 比较类似的是这一个 我这边我就暂时 这个内容我就先把它Delete掉 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今天在描述 在描述就是Mβm的法律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产生这样子的内容 记得最后我们还是要教育减转感 好那我想这个表格 它有视觉化的问题 你们觉得MVM法律问题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个法律问题 因为是国中学生 他们最需要知道的应该是最下面这一条 学校管理规定 因为你跟国中生讲太多的一个法律责任 他会觉得比较没有那直接的相关性 对吧 你要强调的应该是最下面这个学校管理规定 也就是说学生他是禁止70毒品 所以这个项目 当然可是你要知道这几个 他按照他一定有他调略的顺序 那自己应该要把你要强调的重点呈现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除了可以上下顺序的排列 更改 你还可以透过一个标示 例如说这个地方加一个星 然后麻烦请把它 例如说改成红色的一个呈现 强调这个你要去说明的 提醒学生要遵守法律 不要触犯法律 我这边针对表格 我们要强调的重点是 你不是把表格就放在上面 就做完了 对不对 这节课主要是要告诉各位说 除了版型我们已经掌握了以后 接下来你会插入的是统计图表 图片表格 然后你要会懂得这些图片的加工 当然你也可以 例如说特别用一个 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有时候还会特别画一个矩形 然后用淡出的方式呈现动画 就是像一节课要告诉你们的事情 这样理解吗 你方便我们在制作简报 要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让别人一看就看懂 你要强调的重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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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